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就是說 這樣一個數列 那麼8分之7是第幾項 那我們來看看規則 這個數列我們可以給它分組 第一組的話是1分之1 第二組有兩項 分子是從2到1 分母是從1到2 這有兩項 再來我們看第三組 第三組的話 分子是從3到1 分母是從1到3 依此類推 第四組的話 就是從分子4到1 分母1到4 這樣的話8分之7是第幾項 8分之7是第幾組 我們就來算它 這個分子加分母 同一組的話是一個固定的數 比如說第四組的話 它分子加分母就是5 也就是說 這個 主數 主數呢 比這個分子加分母的話少1 那這樣的話呢 8分之7的話 加起來多少呢 是15 這是第四組 也就是說它是在第四組 那這樣的話前面13組 前面13組的話到哪裡 前面13組的話 那個13組的最後一項是多少 是那個 最後一項 分子是1 總共有幾項呢 總共有 第一組有一項 第二組的話呢 第二組的話呢 有多少呢 第二組的話有兩項 第三組有三項 一直加 加到呢 第13組 第13組的話 是從1分之13 到13分之1 有13項 這樣的話等於多少呢 這樣是等於2分之 就是上底下下 就是n乘以n加1 n乘以n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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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 7321 91 91 91 再來的話 第14組 第14組的話 它上下加起來 要等於15 就從什麼 從那個1分之多少呢 1分之14開始寫 一直寫 寫到呢 8分之7 這種奧幾項呢 總共1到8 有8項 所以是91 加上8 等於99 所以是第99項 所以 這個答案的話 應該選多少 應該選3 第99項